丙字的国语注军事, 一迎紧,单身紧, 紧,单身紧。 紧字本来是从城从脊, 查字典的时候应该是脊部的, 但是也有人把它写成从城从脊, 变成了这样的紧字, 所以有些字典必须查脊部才查得到, 不过根据说是, 须挤以成人为井, 所以还是应该在脊部才对。 井这个字是静井成事来对待别人, 只是这个意义已经很少用到了。 另外一种解释是, 把一个葫芦从中间分开两个瓢, 用来做成酒浆的器具, 这种酒器主要是用在婚礼当中, 据说古人在结婚的时候, 新娘喊新郎, 每个人拿一片成酒的井, 也就是各拿半个葫芦瓢, 用里面所成的酒来漱口, 所以夫妇成婚就叫做合井, 结婚所设的酒宴就叫做井席, 而井字有点像是这个支字, 支的国语注音是支一声支, 支字本来应该是在结婚的, 但是却有人把它写成这样的支字, 于是查字典的时候可能又要查几步了, 这个状况正好跟刚刚所说的井字相反, 不过这个支字应该数结婚才对, 支是古时候一种圆形的成酒的器具, 所以一杯酒也可以叫做一支酒, 漏支就是指一支漏酒的杯子永远也装不满, 所以形容一个人很会喝酒, 就叫做漏支, 不过表示一件事情有了漏洞, 以至于力全外溢的时候也叫做漏支, 另外支也是妇女化妆时候所用的胭脂的简称,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 井这个字平常不多见, 不可以读成, 也不能够念吉, 而支这个字也不常见, 不可以读恶, 更不可以读为, 读年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, 而且这两个字在写的时候也要注意, 那就是井字数几步, 支字数捷步, 今天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, 和产了词说明, 非洲VI,